最近网上有一个问题特别火 说像瑞士这样超级发达的国家 人均收入这么高 那脏活累活谁来做呢 其实在我们印象中的脏活累活 比如清洁工 搬砖工人 农民 在瑞士可是香伯伯 在瑞士你问一个小朋友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 如果他说想去工地搬砖 不会有人觉得惊讶 更不会有人笑话他 因为瑞士不存在职业歧视 不管是去扫大街 还是去工地搬砖 都不是因为生活所迫 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待在办公室 更喜欢在户外做体力活 一个办公室的白领和一个工地的搬砖工人 赚的钱也不会有断崖式的差距 你赚五千那我赚三千好了 你开好车买别墅 我也能买上车子和房子 扫大街虽然听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 但是不脏不累 在瑞士你很难看到清洁工拿着扫把扫大街 基本上都是开着机器自动扫 机器取代了绝大多数的工作 劳动了一天的管道工 可能脱下沾满灰尘的工作服 转身就去酒吧了 夏天去爬山 冬天去划雪 是他们的常态 在瑞士的农村 你看不到一根庄稼 全是草 因为这里不以传统农业为主 粮食价格低廉 他们只需要从其他的国家进口即可 那瑞士的农民每天干什么呢 草地里养点牛 放点羊 天气热了给牛吹吹风扇 牛生病了 用直升飞机拖进城里看病 顺便在苹果树下养两只鸡 门前种点花花草草 闲的时候再去跳个伞 看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应该蹲下来看看老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您说对吗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 都不称东西 iri 咸 ейчас 误